第八場四班千二米 簡直是七號的幸運傳奇做馬膽 今次會配田泰安 上次初出雷神跑 拉斯被北極光和上角彈得翻式開 跑第三 初出不是太差 今次莫雷拉要跑那隻杜柏明驅 我說沒有選那隻馬 待會再說 選了七號幸運傳奇 分分鐘二型換影 莫雷拉不跑 田泰安跑 有相對好的分頭 初出已經搏的馬 我覺得今次可以再有進步 看看有沒有機會贏得 次選了五號的無心睡眠 上次是第二次跑 國林跑 今次人馬也是再合作 跑第三 跑到冷腳 今次會幫他轉個配備 當也是這樣 上下 有你選擇他 看回這系人馬 即是 北極力風 日木行 都是相關的馬 都在大摩到今季 都差不多逢出必拼 戰意很鮮明 這隻無心睡眠 上場已經有東西給你看 今次我覺得 都可以更進一步 三號的影疾 上次就跑直路賽 你見潘頓跑起來 其實都是很大把在手 即是圓外難追上 姿態很輕鬆 那一場 都說明他 他給我看了一個肥病 就是整天都 最後出了頭 就 不是很集中 看看今次 我也是沒有選他 因為始終他跑千二 看莫雷拉怎麼發揮 說回這三號影疾 你見他上場這樣贏 大把在手 今次跑千二 有個好檔 你覺得他都可以 至少有個三甲給你 第四孫 我寧願選這隻 11號的愛添勝 我形容他是 終於抵受不住 這個荷良 這個弱勢馬房 終於轉倉了 其實他這隻高架的拍賣馬 是早已經有那些表現 但是可能之前 在荷良 真的 幫不到這隻馬 轉來賀賢 嘗試一看好雜 放下徒弟仔 潘明輝上去 轉倉應該有些東西看的 都泡明區都說了 預期的業滿 但是他始終都是 有些年輕的馬毛病 出了頭不集中 今次跑千二 看看莫雷拉會不會早些找Cover 忍耐到拉屎 最後才 不要太快出頭 但是這些業滿 我覺得不是太直搏 我自己就搏 他不騎那隻 7號幸運傳奇 行頭 腳就5號的無心睡眠 3號的影質 和11號的愛添勝 就在家承認 123 5 5 5 6 6